全国各地在防范疫情扩散之余 假日的花莲观光景点 也可以发现游客锐减 同时也影响到 目前正在盛产的西瓜销售量 就由大盘商表示 目前的北部西瓜销售 和以往比较起来少了八成 势必会冲击到 目前正在盛产的 花莲大西瓜的销售情况 百货公司没人 观光景点没人 疫情严重防疫升级 也造成来到花莲的游客对减 影响到观光景点 以及民宿业者 游客纷纷退订 并且在地农特产品生产的西瓜销售情况 也受到搏击 在这一波疫情期间 造成的不只是花莲的观光游客对减 也直接影响到 在地农特产品的销售量 就有一些西瓜农表示 已经有一些西瓜盘商表示将会减少订购 就在林杰说 风箱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